巴黎波尔西航展是世界三大航展之一 今年在高温和随之而来的暴雨天气当中迎来了它第53个生日 国际的空天业节同时庆祝的还有协和号空客波音747 以及人类登月和诺曼底登录这种大型的纪念周年 本次来自49个国家的2453个展山和290个官方代表团 一起见证了巴黎波尔西航展数量上的新高点 和波音本次的低调相比 法国的空天工业协会运气空客 无论是从订单量还是从交货量上 今年都会重返世界第一的位置 和网界相比今年的航展上 商业成交的气氛相对谨慎 除了波音737NEX的安全危机 以及远程运输机的订单量 持续下滑等问题 中美贸易战等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现在我们国家实际在 我们要占领的互动方面来 尤其与美保护加拿大领 中美贸易战等国际地缘 我们要占领的互动 我们要占领的互动 我们也在这方面 我们要占领的互动 油缸 就是密封件 香蕉件 原来我们用的是美国的派客 现在逐渐的我们在有意识的 就从美国转到欧洲 为法院主席 中国也是有关智商的 中国也是有关智商的 我们研究商业的省力量 所以来港美国民主席 所以目前,政府在中国的手机俯协会支撑的整个业务 中国的船航,中国的船航,西湖或中国的船航 我们的关系里都有专业的业务 我们专业务力专业务地靠谷的细节 他们就要购买的船航 他们要购买的话 直至今我们没有受到货航 今天是本自巴黎布尔西航展专业展的最后一天 从明天开始将会有为期三天的公众开放日 发广记者王宁南巴黎布尔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